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理论问题 你看刚才前面主要复习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倒数的概念 一个是微风的概念 这是概念 另外呢 又复习了倒数与微风的几何意义 以及几何意义它的应用 那就是倒数几何意义 那是切线的斜律 所以它的应用一般是求取下的切线反线 那么下面呢 是属于理论 就是微风学里面三大重要概念 连续可倒可危之间的关系 好 那么一块呢 先梳理一下这个地方的关系 连续可倒可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好 我们来看 就是一个函数在一点上连续 和一个函数在这一点上可倒 那还有这个函数在这一点可倒 它们三者是什么关系 那这个关系首先应该知道 好 我们在这总结一下 那我们来看 连续能不能推出可倒 一个函数在这一点连续 能不能推出可倒 对 我们说不能 经典的反例是谁 经典的反例就是x的绝对值 你看每一本书上讲连续和可倒关系的时候 举反例都举x绝对值 当然这个x绝对值我们可以证明 在零点是连续的 但是零点不可倒 我们一般教导上都是用连续的定义 导数的定义证明了它连续不可倒 但是这儿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这个绝对值它在零点 绝对值含运数在零点是连续的 但是不可倒 那从哪个角度啊 从几何这个角度 为什么要从几何这个角度呢 因为上了考场 我们经常会做选择题 那有很多选择题从几何的角度做判断 来得更加直观更加方便 比如用那个严格的数学推导要来得快呀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Y等于X的绝对值 大家知道实际上呢 它就是这样一条直线 这就是Y等于X绝对值 那么说我们从理论上当然可以证明 它在零点连续零点不可倒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从几何上来理解它 你看它在零点连续是显认的 我说它在零点不可倒也是显认的 为什么 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个间点 这个说法也对 你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 我们知道导数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就是内在曲线的那点切线的斜律 那左导数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几何上表示左切线的斜律 右导数是表示右切线的斜律 那你可注意 这个导数在这一点和这一点左侧就是这样一条直线段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个零点的左切线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直线所在的位置 所以左切线的斜律就是这个直线斜律 就是负一 所以我们就知道左导数就是负一 而右导数几何上 那就是右切线的斜律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一点和右侧就是这样一条直线 它的切线就是这样一条直线 所以右导数就应该等于这个直线斜律正一 所以我们从几何上都可以看出 它的左导数负一 而右导数正一 左导数存在 但不相等 所以它是连续而不可导 这是连续推不出来可导 以及近点的反例 X绝对值 可导能不能推出连续呢 那我们说可以 所以可导和连续的关系 就是可导能推连续 但是连续不能推可导 几何直观也很容易理解 连续讲得通俗一点 就这个函数所对应的这个曲线 在这一点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是连续的几何意义 可导它是要求曲线在那点有切线 要有切线呢 曲线在那点 它就要光滑 所以呢 你像这种点 它虽然是连在一起 它不光滑 出现棱角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连续比这个可导这个要求低 因为可导它要光滑 这个时候不仅要连续 而且还要光滑 那你连续 它就只要求连在一起 它就不一定光滑 所以可导一定连续 连续推不出可导 这是直观的看 然后看可导和可微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定例 可导一定推出可微 可微也一定可导 所以它俩是等价的 那么连续和可微的关系是什么呢 既然可导和可微等价 那连续和可微的关系 应该跟连续和可导的关系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可微一定能推可导 可导又能推连续 那可微当然能够推出连续 连续能不能推出可微呢 你看连续推不出可导 连续肯定也推不出了可微 如果能推出可微 它也能推可导 所以连续推不出来可微 那关于这样一个基本关系 我想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 这个他们谁能推出来谁 就关系是什么 谁能推出来谁 谁推不出来谁 这个关系应该知道 那当然高的要求 不光知道这个关系 而且还希望大家知道为什么 那就说推不出来会去反例 而能推出来会证明 这就是一个高的要求 那么在这呢 实际上关于反例的问题 只有两个推不出 就是连续推不出来可导 经典的反例应该记得到字里边 我们有很多题目会用到它 那么连续推不出来可微反例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举一个在这一点连续 但是这一点又不可微的一个例子呢 邀同学还在动脑筋在想 举一个什么函数是连续又是不可微 不可微我们这些例子又不熟悉 但是我们前面讲了啊 就是可导等价于谁可微啊 你要举一个连续不可微的例子 你只要举一个连续而不可导的例子就行了 所以你还用在找吗 所以不用找了 这个地方反例仍然是谁啊 X的绝对值 所以这个例子两个地方都可以用 它是连续但是不可导 它也是连续也不可微 因为它可导等价于可微 它不可导它肯定不可微 反例有了 然后呢其他都是能推出来 那么能推出来这个呢有很多我们不在这一一去证明了 我们证明一个 其他留给大家自己作为练习去练 那么大家看你希望我来证明这个哪一个啊 就是能推出来这个证明里边你希望我来证哪一个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你也可以选一个比较难证的我证一下 那其他的呢留给大家自己证因为思路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有很多证谁呢 证哪一个呢 那么说我们来证一个 因为实际上有的很简单啊 我们证一个相对比较麻烦一点的 那么相对比较麻烦一点的 我们在这地方证什么 我们证明这个可导一定能够推出来谁啊 一定能够推出来可微 就是我们证这一条 就是我们证明这个可导一定能推出可微 那我们证明这一条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可导如何推出可微 首先从可导出发 所谓可导 那就是这点导数存在 这点导数存在 那也就是这一点这个极限存在 就是Δx去向0的时候 函数改变量 那就是Fx0加上Δx 减去谁啊 Fx0除以谁 Δx 这个极限存在 等于倒数 但是我们要证明可微是要证谁啊 是要证函数的改变量 能够写成AΔx加Δx 那这个时候你注意它的极限等于它 那么在前面讲极限的时候 讲过有一条性质 叫做极限值和无穷小的关系 你的极限等于它 那你自己那就是这个Fx0加Δx减去Fx0除以Δx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能够写成极限值Fx0加上一个写无穷小 这是用到了极限的一个基本性质 但是我们想证可微就是想证函数的改变量 也就是这个分子 能写成AΔ加Δx 我们把Δx是不是可以乘到右端 那么左边这个就是函数改变量 Fx0加Δx 然后减去Fx0 它就等于谁啊 就等于F1'的x0乘上Δx 再加ΔxΔx 大家注意 这个Δx是当Δx去向0的时候去向0的一个量 我要证明可微 我要证明什么 我就是要证明函数改变量 Fx0加Δx-Fx0 要能够等于AΔ 常数乘Δ 你注意这一代的倒数就是个常数啊 所以这个第一项就是个常数乘Δx 那么第二项呢 要是一个小Δ 那么什么叫做小Δx 就是它除以Δx在Δx去向0的时候去向0 你注意它除以Δx不是就是Δ吗 我们刚才说Δ就是去向0的 所以这个第二项就是一个小Δx 好 这个我们就证明了 那好 其余可以推出来的这个证明 我们不在这一一去证了 这个留到给大家自己去练 实际上你从刚才这个证明可以看出来 就是从可倒来正可微 那么证明的基本思路都是什么 就是从定义出发 你看从倒数的定义出发 然后证明它可微也是用定义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凡是能推出来的 这哪一条都是从定义出发来从用定义 再证明另外一个 这个思路完全一样 那所以我们证明一个 这个相对来说 是这个证明当中稍微难一点的 我们证明其中之一 其他留给大家自己证 所以关于连续可倒可为的关系 第一要求就是这个关系应该知道 就是谁能推谁谁不能推谁 高要求不太要知道关系 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 就是推不出来要汇聚反例 能推出来要会证明 那么在这呢 还有一个关系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有很多同学在理解上有错误 那么并且呢 因为那个关系跟后面使用诺贝塔法则 还有一定的联系 而那个地方很多同学容易犯错 但是犯错的原因 还是这个地方没理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梳理给大家 那么是哪一个关系呢 就是我们前面 我们说可倒能够推连续 对这个结论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好 那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就是可倒能推连续 这个结论正确的理解 那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容易误解的是什么 我们正反应两个方面 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你看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结论 那就是可倒能推出连续 但是这个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呢 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fx可倒 就能推出谁啊 就能推出fx怎么样 连续 就是一个函数可倒 那就是它有倒数 就能推出这个函数本身 是个连续函数 那么f可倒 能不能推出f1片x连续呢 有的同学还是这样理解的 说可倒一定能推连续 所以f可倒就能推f1片连续 f可倒能不能推出f1片连续啊 我们说不能 那推不出f1片连续 能不能推出f1片在一点的极限存在呢 就是小f在那点可倒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就算小f在这个区间上可倒 那能不能推出导函数 在某一点这个极限存在呢 注意 导函数连续的话 不但导函数有极限 导函数的极限还要等于那点导数值 那这个只要求导函数有极限 这个比这个结论弱了 推不出导函数连续 能不能推出导函数极限存在呢 我们说也不能 就是一个函数可倒 只能推函数本身是连续的 推不出来导函数连续 连导函数有极限都推不出来 为什么呢 好 因为这个问题讲一下 对后面很多问题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一个反例 这种反例不要求我们同学能够举出来 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正确的理解这个结论 因为这个结论跟很多问题有关系 特别是用诺贝塔法则求极限 很多同学出问题就出在这 好 那我们在这看一下 那就是我们在这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函数 就这个fx是这个函数 它是x平发乘sin in x 分之一 就是非零点 那么零点呢 它就等于零 好 那么现在呢 第一我们可以证明谁 我们可以证明这个fx为了强调 我们写一个处处可导 好 我们证明两条 第二条 那它呢 虽然是处处可导 但是它的导函数 在零点的极限不存在 有同学就说了 说老师你为啥要举这个例子呢 你不是可导吗 可导在这点的导函数极限都推不出来 那导函数连续更推不出来 所以是给这两个x再举反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证明它 一个一个来证 那么先来证谁 先来证它是处处可导 那么要证明它处处可导 它是个分段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非零点 那就说x要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那么x不等于零的话 实际上它的导数是存在的 f1片 因为非零点这个可导 这个也可导 所以它的导数应该等于些 就应该等于2x乘上 sin in x分之一 然后再加上x平方不动 sin in x分之一求导 那么大家知道 sin in x分之一求导 就是cosin in x分之一 再乘一个负的x分之一 负x分之一跟正义成 这是个减号 注意这是非零点上导数 然后呢还要看谁 零点的导数 那么零点的导数呢 应该用定义做 f1片零等于谁 就应该等于x去向零的时候 然后这样一个fx fx就是x平方乘sin in x分之一 减去f0减0除以x 大家注意这是平方正一次方 消掉一个x 前面还留一个x 但是个无穷小 后面sin in x分之一 虽然没有极限 但是它是个有界变量 所以这个等于零 好了 注意我们这就证明了谁 这就证明了第一条 处处可导 因为非零点有导数 零点也有导数 这就叫处处可导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证明 导函数在零点的极限不存在 那么导函数在零点取极限 就是它取极限 但是它取极限呢 你注意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那这一部分 在这个x去向零的时候 前面无穷小 后面有界变量 所以这一项的极限存在 并且等于零 那么当x去向零的时候 这一项极限可是不存在 我们在前面讲极限的时候 讲过这个节能 两项 一项有极限 一项没有极限 这两项相加或者相减 这个整体的极限就一定怎么样 不存在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函数虽然处处可导 但是它的导函数的极限不存在 那导函数也就 谈不上连续 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 是给这个地方这个差 再举反例 就是函数可导 只能保证函数本身连续 退不出来导函数 一节导函数连续 那连一节导函数有极限也退不出来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结论延伸一下 那么延伸一下的话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用的结论呢 那就是一节导数存在 退不出来一节导函数存在 一节导函数连续 也退不出来一节导函数有极限 那同样的道理 N节可导 你也退不出来N节导函数连续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退不出来N节导函数怎么样 有极限 那所以一节可导 退不出来一节导函数连续 退不出来一节导函数有极限 同理N节可导 也退不出来N节导函数连续 也退不出来N节导函数有极限 好 先对这个说明做到这儿 到后面我们相关的内容 我们再回过来再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关于连续可导可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前面复习的主要是什么内容 主要是两个基本概念 导数的概念 微风的概念 还有导数与微风的几个意义 理论是谁 连续可导可为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整个这部分的概念和理论 而后面呢 那就是求导数求微风方法性的东西 那它的核心仍然是求导数 因为微风就等于导数乘DX 所以求微风的关键就是求数导数 那么至于说求导数到底有哪些方法呢 那我们后面将会给大家做归纳和树立 那关于前面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